主持人 主持人 在这个事情上 你对我来说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万事开头难 你就当是幼儿在学习走路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我两岁的时候才学会 什么两岁的时候才学会 这么晚呢 我奶奶那个时候 还以为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没想到 身体倒是没出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笨 脑子有问题是吧 朱就不笨 你是小学霸 学什么霸呀 上学真的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我从小的第一目标 就是我父母的母校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 有志气 所以呢 我一定要上国内非常好的大学 才能够有资格申请 我中学的时间 大多数都是努力学习 完全没有课外时间 是不是很无聊 我觉得挺好的 就你爱胡思乱想 嗯 放手 不放 放手 好 我高三的时候 特别特别倒霉 零要考试了 就发烧了 所以我只能去打吊针 但是吊针又特别容易让我磕水 我就可劲地喝咖啡 奶奶都心疼我了 奶奶跟我说 反正你年龄这么小 就算是没考上 复读一年也无所谓 嗯 可是我听李佑说 说你读大学的时候 跳棋 原来你不要这么贫啊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那么多天才呢 大多数人 都是老老实实努力得来的成果 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你说呢 嗯 这倒是真的 原深 嗯 对不起 你这么辛苦 我一点忙也被绑上 我一点都不辛苦啊 撒谎 真的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任何事情都不能熬 嗯 傅先生 这么会说情话 女朋友没少谈吧 嗯 那冲一身解析性这么高 以前没少被骗吧 开玩笑 没人敢骗我 你也不敢 好了 好疼 嗯 不是不敢 是我不想 我也不会骗你 主角 在这个世界上 你对我来说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你是我心里 你最好问答案 我可不想答用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ェhh 我真的想估计 下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